大家好,我是刘哥 今天大黄的小鸽子,到今天是出生第五天 其中有一只虎鼻小鸽子 昨天吃大黄的奶 就呛了 呛了,当时也没太注意 今天就感觉这只小鸽子有点黏 还有点不爱吃奶 所以今天也领了去宠物医院看 大夫说这太小了 这个也只能先回家观察 这不就是这只小鸽子 他的小宝宝 他吧,现在就是比较黏 看见没 吃食吧,也是不爱吃 所以吧,大夫说就是回家 把那个大狗的奶嘴挤住了点 用这个注射器可以喂喂他 我给他什么吧,几点奶吧 几点奶,然后喂喂他 你还叫呢 你还叫呢 你难受啊 谁要你吃奶那么着急 虎头红脑使劲吃 说你了 说你了 放完这哪呀,可好了 可足了 在那洗多少 洗这一天 就是年轻不说了 让他两个多小时 就喂他点 两个多小时喂点 你还要喝点奶 咱喝点奶 来 张嘴子 吃这一针管都行 趴歇会 趴歇会 要不咱给他吃点药行吗 吃药 吃点小孩干嘛哟 吃点小孩的那香药 展大前 白天上那个 宠物医院 大夫那咋说的 大夫是不是说 不建议吃药 是不是 他咋说的 他不跟你 你晚你不要跟他通话 对对对 你一听听 看他咋说的 我后跟他什么呢 我一进 我看啊 哥 如果这个小狗 你不说他那个 就他挺反常的嘛 然后你还是点勤观察 别那个 现在瞅得挺好 就大意了 我是这个 这个 小狗仔太小了 才出生五天 尽量避给他吃 潜移抗症素之类的 怕他身体啊 脏器受不了 看看 人家说怕他脏器受不了 狗 就是小狗仔太小 那孩子不能吃 就是说体内的脏器还是比较弱 是这样 所以说人家不建议吃药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你说他不爱吃 这粘吧 啥子 他说了你就是观察 什么枪容易导致他那个呼吸道感染 知道不 对 他要说容易得肺炎的时候 是啊 所以说我要吃药吗 还不让吃 就是 就抢一回 拿着好 他就得肺炎的 现在我被大型的狗仔都弄的都害怕了 不行了 你就是小生命来了 你就做什么呢 臭子怪可怜的 还不能给吃药 没啥吃 今天如果再问问他哪 再观察观察 明天再看看 明天如果不好 再带着去这个宠物院 对吧 那样子呢 待会再看看 那就得自从正报了